大家好, 鄧塔, 你好 歡迎你參加我們的上門教育煮菜 是… 我知道你手上已經有蝦 有鹹蛋, 煮什麼? 今天黃金蝦 你好像已經會煮這樣了 不過失敗了 失敗, 為什麼呢? 煎蝦很乾, 而且蛋不黏 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 做黃金蝦, 讓蛋黃黏到的蝦身 就要夠蛋黃, 加少許牛油 做黃金蛋黃蝦的材料應該是 13至15頭大花蝦, 鹹蛋黃 西三菜, 魚露, 砂糖, 還有牛油 是不是真的好像寶哥說這麼簡單 加了幾多東西下去就完成了? 寶哥, 我們開始了, 好嗎? 好, 第一時間鄧太, 我們要開蝦 中火, 中火可以 再繼續煎, 先不要翻牠 不要動, 全部不要動 不要動, 全部不要動 要動就掉出來 真的嗎? 對 但很香, 你聞到蝦的很香 因為連蝦殼煎的很香 連蝦殼煎的很香 好, 我們現在要煎一煎 轉著它的位置嗎? 轉著它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有風 一火來, 可能前後不同 好, 現在開始可以翻牠 真的要兩分鐘才翻牠 有時候我買一些急凍的蝦 然後拿去燒蝦 不知道為什麼, 燒完後, 蝦全霉了 發生什麼事, 坐在哪裡呢? 這可能關乎貨源問題 要不就是由供應箱從海撈下來 沒有即時處理, 放一段時間 或者你買回來之後, 放一段時間 在濕溫狀態下放超個小時 蝦身就不開始煤了 鄧太太, 烤你了 是 現在有多成熟呢? 我今天不帶這個溫度計來 我想發成了吧? 發成, 好, 我相信你 好 差不多了, 現在… 看看, 怎麼看? 是 看到嗎?整條蝦身已經白色了 是… 即是沒有透明 是, 你按下去 是, 開始刺進去 轉著, 轉著 是… 鄧太太, 麻煩你, 幫我夾你 我做助手, 我拿著 好, 我們先關火 傳聞中很重要的牛油出現 寶哥, 這個牛油 怎麼可以令這個菜更加添滋菜呢? 牛油做一個功能 是 令這個菜更香 對 還有黏住那個蝦 對, 要醃蝦, 是嗎? 好, 我已經關火了 最後拌好位置, 就要關火了 好, 好 這隻黏住這麼多 我的 搞定不行, 好 我把鑊底拿給你 好 可以了 現在是喜菜了, 是嗎? 可以的 雖然蝦是綠正, 但我們不要放光 是 好, 我們再放這隻 黃金蛋黃在黃金蛋黃上 不要浪費 老實說, 我也以為煎的黃金蝦 好, 我們吃吧, 好嗎? 不要客氣, 先試試味道 讓你見一下, 芝文 我覺得味道一定要加上鶴皮 算了, 我覺得那種味道 我說不太準確 要鄧太太自己說, 鄧太 有很多鹹蛋黃的味道 對, 你想做到這個效果嗎? 對… 你覺得上次和今次 你終於掌握到竅門了嗎? 掌握到 是嗎? 對… 鄧太太, 上次他失敗時 你沒有見證嗎? 沒有, 他沒有邀請過來 因為他還沒成功, 他不敢邀請你 下次他會吧 對 你覺得味道如何? 很甘香, 很鹹香 對, 鹹蛋黃, 蝦合得很好 寶哥, 你有什麼評語給這個學生? 鄧太太一向煮菜, 功力心口餓 剛好遇上, 不會煮菜 對… 今天是大家研究, 切錯… 希望鄧太太, 你有問題時 你隨時拿起我的卡片, 打給我 好… 謝謝… 我們繼續吃吧 好… 謝謝